一件最新消息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金門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先生 他在掃墓的途中 因為一時不小心 竟然跌進了 深達十一公尺的古井當中 但是神奇的是 老先生被救上來之後 毫髮無傷 跌進這麼深的古井裡頭 是沒有受傷 微觀的村民都說 果然祖先們是誤敗誤不明 好不容易才被平安救出 老先生臉上仍是一臉驚魂未定 跌落井底 身上沾滿了屋頂 老先生不但幸運逃過一劫 甚至毫髮無傷 一旁的民眾和消防隊員 都忍不住嘖嘖稱奇 八十二歲的林老先生 在前往掃墓的途中 因為沒有發現 這口被雜草包覆遮蓋的古井 結果一個不小心 竟整個人滑落井底 同行而自嚇得趕緊報警救救 由於這口古井深達十一公尺 就連兩段式的拆跌梯 都沒能派上用場 最後還是靠消防人員 以繩索垂降的方式 才順利把老先生從井底救出 我們一定要那個繩索 跟那個雙階梯 因為它的深度太深了 水井荒廢被稻草覆蓋 變成了致命陷阱 因此消防單位提醒民眾 掃墓時千萬得留意周遭環境 小心安全 並免類似意外再度發生 周天新聞李居隆 紀雲 金門採訪報導 好 拜拜